哈囉 大家好,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,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鈴鐺跟鈴鐺 記得追蹤RHFB,追蹤BB,還有Discord 好,那這是天天節優神在寧公告了這個 謝瑜,風寒月,余熙的 三內力 絕學,那我們先看最重要的余熙好了 余熙這個輝日勝奏儀式 單體攻擊是1.6倍,那攻擊暗屬性相剋 相剋 相剋 字係數提高20% 那並視在風軸,持續兩回合 然後並回 對戰後 幫最低友方恢復氣血 OK,然後24是 有一個被動,自身氣血大於等於90%那單體 射程絕學,射程加2 直接白嫖給你啊 單體 攻擊一樣是1.6倍 然後相剋係數變30% 一樣有風軸,只是兩個回合 那對戰後一樣是幫最低的友方恢復氣血 好 流光這一招儀式是單體技1.5倍 那對戰後恢復所有友方氣血 他是不是官方是不是覺得余熙大家 被大家嫌棄太久了 雖然余熙也沒有到非常不好用 所以乾脆3C技能幫他強化再強化 然後呢 驅散一個debuff 太扯了 自身獲得流風優香的buff 持續兩回合 那這個buff呢 是行動結束的時候 對兩個方圍練所有友方驅散一個有害狀態 哇靠 那感覺就很像小雪的風山乾雲樹的驅散 而且又恢復氣血 哇靠這到底要補多少血量啊 大家聽到沒趕快練余熙啊 流光 流光24呢 呃是免傷多30%好 免傷調30% 然後就這樣 其他的都一樣 對其他都一樣 好 勿滑修儀式 那範圍內的敵人造成0.6倍傷害 對戰之後呢自身四個範圍內 的一個氣血百分之最低的友方恢復氣血 那恢復量是法攻的1倍 而且又驅上一個debuff 使用後會切換成萬賴機 萬賴機你要看齁 那烏華修24呢 呃使目標一個人身上的友誼狀態 變成隨機的debuff OK 也就是範圍內所有的敵人都會被 轉回debuff 然後四個範圍內友方數量大於等於 二 得傷害提高30% 哇哇哇哇哇哇 戰後自身四個範圍內兩個氣血百分之最低友方恢復 恢復血量 並反轉一個debuff 真低好用 真低好用 好 萬賴機儀式 這個範圍內的敵人造成0.6倍的法攻 那施加一個隨機debuff 他 又可以攻擊然後又可以上debuff 會不會太變態了 對範圍內的氣血最低 最低的敵方額外造成一次法術傷害 哇30% 使用後面整個霧華修 那 萬賴機的24呢是 多了這個四個範圍內的敵方數量大於等於20之後這傷害提 提升到30% 然後範圍內氣血最低兩個敵方額外施加一個法術傷害這邊一樣 再來是施加禁療 哇可是你要升到這邊要花很多材料 還不錯哎難怪余希 加色成加2我靠而且是被動 你知道這個 灰熱勝之後升到24然後大家身上你你單體絕學的色成加2了呢 我 太變態了吧 重點是又可以驅散然後可以 幫隊友回復血量這個 這蠻不錯的 好 我看一下風涵月的 好風涵月的旋頂冰煞疑似好 多加這個目標如果已經有遲緩的狀態好這髮穿提高30% 反正髮穿變30% 然後後面一樣 然後24的話是多了風籤 風籤的技能是哦方我覺得-1 也蠻好的也蠻不錯的 這蠻不錯的 好踏雪前行 OK製造雙洞的地形好持續兩回合的多了 OK 這好像沒什麼特別的 那至少沒有比沒有好但是 移動力就是多-1啦 好再來 踏雪前行二次的話是目標 那我命中兩個以上的目標 那行動結束後或者再行動可以哦 哦 在行動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這個比較好 可以施加這個風籤太變態了這打PVP太過分了吧 好 那魂動冰魄呢 呃主要是獲得多獲得一個獅子二的debuff 那獅子二 獅子二嘛對不對 對他特別標誌著那至少獲得冰之力 冰之力是與攜帶直環 狀態目標對戰的對戰中傷害額外提高20% 好扯哦 OK那冰洞 魂動冰魄24呢是被動 一個被動 傷害絕學的時候 對戰中免傷提高20% 哇對風環月 也太好了吧 他多多增加很多被動技能 然後 這邊都一樣 冰之力 好再來是謝瑜 破陣威壓的部分是疑似 單體攻擊 那對戰前 目標已經攜帶暈眩的時候呢這本質傷害提高100% 100% 反之呢對目標施加暈眩持續一回合 哇 對戰之後呢 傷害 恢復 恢復本質傷害的50% 我這邊的後面這一段都是多的 哇 我太變態了吧 堂堂的黑龍 是不是也要翻身了呢 他本來就算不錯不錯用的角色 好破陣威壓24 有被動機看一下三格範圍內敵方主動攻擊的時候呢 如果對戰後氣血地獄70% 這對是 哇 哇 對齊施加暈眩狀態啊 哇 哇 哇靠 你只要壓低血量就可以一直暈眩呢 你只要護衛的話就一直暈眩呢 對不對 三個方位內敵方主動攻擊然後黑龍就護衛出發這個 我靠 我靠 我看一下哦 持續一回合每會每回合只會出發一次哦一直我剛以為是無限次 OK 然後無限次太變態了一次合理啊一次合理但是很強啊 你是很強是被動呢 OK 主動的話 看一下 一樣嗎 主動一樣 無限次真的太過分了對不起我剛沒看到我剛只看到前面這一段 OK反正每回合出發一次啊 那也不錯啊 那也不錯啊 好在這個龍爵捍衛儀式 看一下新增的是復仇的buff 持續三回合 復仇是反擊傷害提高30%OK這個沒什麼特別的 1也有一個復仇了 好那24呢 24看一下 多什麼 龍焰2哦 龍焰2是對戰前施加兩個隨機的buff 反擊射程加1 反擊射程加1 然後主動護衛啊 好主動護衛儀式就有三格提高三格 然後被動是一個哦他這邊多三格 我也是很 這三隻的那個3C技能都還蠻不錯的 龍靈 龍焰化靈 儀式 被動的是遭受攻擊對戰中物靈免傷提高30% 間隔一回合出發 然後對方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0.5倍的傷害 OK 然後獲得0怒靈的buff是兩回合那是代替兩個內友方 承受所有攻擊傷害 免疫風邁狀態好 不可驅散 然後 OK 24的話是絲多10加封禁好12兩回合 並且獲得怒靈跟暗凱 其實都不錯了 這都蠻不錯了 不過這個 1的也不錯啦 那當然 我覺得這三隻裡面啊你說 最優先練的 如果材料不夠最優先練的一定是余錫啊 余錫這個是 太猛了 射程 單體絕學射程加2 而且是被動技能 太變態了吧 那當然那個黑龍那個被動暈眩70%暈眩 這蠻不錯 其實都蠻好的啊 只是最有感升級的就是余錫啊 真的是余錫太強了好啦 大概就這樣子 風環月也是可因他有冰之力然後傷害又提高20% 然後他有前行又可以製造雙凍的 然後選點冰煞 又可以撕斯加debuff封籤 絕學範圍絕減-1 然後 目標只要我遲緩的話則法算提高30%其實都蠻不錯的 都蠻不錯的 好啦 不過這看各位要怎麼取捨啊我的話 因為我余錫還是不想臉 暫時不想先升 看狀況啦反正如果這三隻排行我推薦還是余錫風環月黑龍 我覺得是這樣子 呃或者是余錫 黑龍風環月我覺得 因為風環月之多了風籤 阿法川 感覺因為你你帶風環月上場大部分的敵人應該都動不了了啦所以 提高法川嘛就是回合速的 呃 快速解決戰鬥的問題而已 所以你說真的是優先考量的話我還是覺得余錫黑龍風環月這個排 排名順序會比較好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的 對阿我覺得是這樣子啦 以這三隻來說的話余錫黑龍跟風環月 好啦就這樣 好那希望大家會對這集的 3C的介紹 滿意 好那我們下次再見 晚安 拜拜 495 9 3C 3C